把力群抽涨价 一夜涨粉三百万被誉为短视频添花板 一条视频再让全网破大房 曾经比肩小杨哥的顶级段子手 如今再次归来一夜风神 简单的剧情平平无奇地运进朴实的方言 却比前任四还要扎心 最后的告别让多少人眼泪绝低 段子里俩人相恋四年 郎才女貌情笔金奸 婚纱照和红笔照都拍了 却还是分手收场 马上离开的张盼盼想再见一面 电话里的小心翼翼 喂 见了面滴手足无措 演出了多少人的爱而不得 我该走了 那你躲包中 你也是 我送过你吧 就送到这吧 今天见到你很开心 我也是 拜拜 拜拜 平时放荡不羁的段子手 红额的眼眶比谁都认真 连头像都换成了婚纱照 视频全长9分59秒 差一点就十全十美 爱意随风起风指一难评 是大元哥的遗憾 也每个为情所困的遗憾 脚下的那道裂痕和撕碎的照片一样 永远也没办法复原 有人在看段子有人在照镜子 一条视频300万点赞的背后又有多少和力群在燃烧 讽刺过全世界唯独没有讽刺过爱情 而现实远比视频还要扎心 农村草根出生的大元哥 从小被爷爷抚养长大 留守十几年所谓的父母终于出现 被接走后本以为是幸福团圆一家人 没想到是累赘包袱和免费劳动力 在溺爱下长大的弟弟可以上学挥霍肆无忌惮 从小吃尽苦头的大哥却要打工扛货受尽搓磨 哪怕吸粉百万走红后依旧不得安宁 直到看见大元哥的百万账号被亲弟弟抢走 我才知道亲人的背叛有多痛 自从靠拍搞笑段子吸粉百万 成了比肩小羊哥的百万网红 大元哥就成了全家的摇钱树 马皇弟弟肆意妄为 大元哥没日没夜拍段子赚钱养家 却连终身大事都不能做主 和相亲对象结婚成家还是躲不过成为伏地魔 被逼着给亲弟弟买车买房娶媳妇 人心能有多贪婪 父母为了流量变现拿到钱 逼着不停拍烂片掐烂钱 直播面对总计二十万的打赏 都能说下就下的大元哥 自然不肯就范 毅然决然解散团队决定沉变星座 做梦也没想到会惨遭亲弟被刺 果然最亲近的人总是知道刀往哪里扎最痛 上百万的账号被抢走 大元哥索要无果走上法律途经 想要回苦心经营的账号却没能成功 从此事业停滞妻子也因为各种原因离了婚 一无所有的大元哥只剩下一帮共患难的发小兄弟 后来重整旗鼓再次出发 但凡更新必是精品 条条视频上百万的点赞 每一帧都细节满满 从台词到演员大写的接地气 没有华丽的穿搭道具 但常常都满含深意 靠短短五十三个作品粉丝狂飙九百一十万大写的印核 大元哥做梦也没想到 一条视频能引起全网轰动 三百五十万的点赞 背后是多少人的遗憾 深夜的街头 和婚纱摇摇相望让多少人瞬间破防 后来才知道搞笑中遗憾的小插曲 都在为张盼盼的告别埋伏笔 视频一出粉丝一夜狂飙到九百万 连大元哥都傻了眼 直播面对网友追问 跳出剧情眼里仍满是遗憾 张盼盼可能只是个人名 但在年少滚烫的青春里绝对是个名人 中秋节为满一桌的兄弟团圆 山顶上脚踩雪花的潇洒自由 兄弟遇上真爱修成正果 喝酒唱歌婚纱照 除了陪伴就是满满的祝福 平时放荡不羁的兄弟伙穿上帅气西装 婚纱照既有爱人在怀 又有兄弟相伴 视频一出又有多少人不惊泪目 被全网誉为短视频添花板 接地气的剧情台词 搞笑拉满的迷惑操作 表面朴实无华背后直击人心 这样的原创博主活该他活得一塌糊涂 对这位千万网红预备一米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